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真正的节俭是物尽其用 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是我看到别人传的一个文章 讲的是妈妈为什么不舍得扔东西 然后我就转手传给了我妈妈 然后我妈就说我还没看 但是因为她知道我说做节俭嘛 断舍离嘛,总是扔扔扔 她认为我扔东西很浪费 然后她就说我还没看 但是节俭是美德 节俭是有福报的 然后我说妈妈你最好是看一下 我说真正的节俭是物尽其用 其实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是一个老人家过世了 然后他们就是做儿女的 会看到外婆或者是奶奶家堆积的东西 然后同时她也分享了一些 就是说以前一些老人家 有些东西不舍得扔 然后排开整理开 那些铺天盖地的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 所以我想给老人家看一下的原因就是说 其实老人家节俭这是美德 确实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家很多东西有时候不想扔 怕浪费也是没有错的 这不是错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东西是堆积起来的 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 也不知道你拥有多少 其实这个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浪费 真的那我当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看到他里边脸盆多少多少个 我就想起来 我每年去我妈妈家 就天很热嘛 他一般也不开冷气 就是说因为他在那个房间里边 他开个风扇就可以了 然后我说啊这么热天 你为什么不吹风扇呢 他说啊没有啊 我没风扇 好那我就 把我家的风扇就抬一个给他 因为我有出租房嘛 然后那个房间就是有会有多余的风扇 然后呢有一次呢 我就帮他整理车房 我就发现他们家有四个风扇 就是每年他用完之后 他就包起来放进车库 他发现了四个 然后我说我的天哪 因为隔了一年了嘛 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而我又是那种 爱买买买的人 以前啊 所以说呢 我每次都是啊 他没有我就拿一个给他 他没有我就拿一个给他 然后他用完了就收起来 然后他自己就忘记了 所以在车库里边发现了四个 那现在呢 我就把全部拿回家 价值给他留一个 让他该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所以其实这是节俭嘛 这是纯粹是浪费 因为你把它包起来 好好的放在车库里边 这东西会坏的 时间久了 他会年久失修 然后会生锈的 对不对 物品会脆掉的 所以大家所谓的堆积如山 我不舍得扔 其实它是一种浪费 而且你会把你自己的空间 全部浪费在放这种东西上 前两天我们那个极简区里边 就有观众朋友去分享 他的家里边 其实家很大 然后呢 客厅啊 家里是老公老婆两个孩子 其实本来那个家够大 足够大 可以过得很舒服 可是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 拿来放杂物 他当时给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哇塞 这么大的房间 如果给孩子玩 做playroom 做那个就是游戏房 该多开心呢 我们也可以去做做 就运动啊 像我这个房间空出来 我拿来养猫 女儿有时候可以运动 甚至来客人的时候 我把气垫床一吹 他们也可以在这儿 就是晚上有时候在这过夜 什么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么大的空间 你不是拿来用 你只是拿来堆积物品 当然我们有人啊 喜欢堆积物品 他有时候也是心理上的问题 他就是缺少 缺乏安全感 像那篇文章发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因为是美好的回忆 所以不舍得 我说美好的回忆不太可能 但是呢 我可以理解的是 我们妈妈那代人呢 经历太多太多 而他们很没有安全感 什么都经历过 然后世界可能 他们的生活 随时可能会产生大的变动 所以他们就 趁自己有的情况底下 都尽量储备 尽量储备 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妈妈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他们的节俭和美德 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但是这种无限的堆积 享用却找不到的话 那就不对了 而且你堆积的并不美观 就好像自己生活在垃圾堆里边 就像我看到那篇文章一样 就是那个瓶瓶罐罐啊 一堆一堆的呀 那我妈妈也是 比方说放油大桶啊 她都会留着 然后就是存水啊 到时候花园用 是的 就是她会很骄傲的跟我说 你看你需要用什么东西 我马上就有 是的 我说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你要美丽摆放 整齐摆放 并且有数量性 你知道OK 你用多少你会够 比方说你 OK我们不节俭的人 我们存十个 比方说塑胶袋 或者塑胶盒 那我们用的时候就拿来用 那如果你节俭一点 OK你存五十个 打五十个 我觉得对你来说都已经够了 足够用了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 就算在有突发时间 你就能开餐馆吧 你也用不上五十个呀 对不对 可是呢 他们可能存到上百个 上千个 那个数量就过分了 对吧 那基本上你用来用去 就那几十个 实际上你就用最多最多 最多最多 你也只不过用几十个 你但是你存了上百上千个 那就是不对了 而你把这东西你送去回收 送去二手店 送去给有用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物尽其用 可是你放在那里 像垃圾一样堆放 既占用空间 又让自己的生活感到很凌乱 那请问你真的是节俭吗 所以我觉得唯一能给你带来的好处 就是有安全感 好 那我们先讲的是 这种情况的存在 其实不止老人家 年轻人家也是 对吧 我说刚才那位朋友 家里边夫妻两个人 还有一对儿女 都很小的 他们也是年轻人 可是东西就是不舍得扔 那这个当然也有 与他们原生家庭有关 可是你东西不舍得扔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整齐摆放 你可以分类摆放 你可以知道 你自己拥有什么 东西放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像我刚刚在拍视频之前 刚刚看了一个 就是他们讲 香港就是堂房 就是小房间 什么的 一进去之后 房间非常的小 东西里边非常的多 我可以理解 房间小 东西多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可以 把东西整整齐齐的放好 东西分类 被子叠的整整齐齐 每一样东西都方方正正的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放好 请问这个难吗 其实当时在我自己 学习简整理家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你东西就随便 啪一扔 啪一扔 就这个手带 啪一扔 不去思考 它其实是非常占空间的 但是你但凡 横要平 树要直 整整齐齐的 方方正正的 折得很干净 很整齐 分类 大大小小 颜色都匹配 放好 你就算你的那个 夹是满满的 它也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它可以整齐 给人感觉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干净 所以空间不在于小 东西不在于多 在于它是否整齐 干净 摆放好 OK 那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平时 就是为什么会无限堆积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多少 像很多人整理衣柜 他一拿出来 哇里边那种白衬衫 二三十件 那个singulate 就是那种吊带衫 十几件 然后同种的裤子 哗哗哗多少件 就是你只知道 OK这个反正我整天穿 反正我整天买 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去学会 如何去统计你的生活 这个呢我们单独拍个视频 如何去统计你的生活 其实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统计 你才能知道你到底需要多少才够 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节俭 如果你家里的东西 你并不知道你拥有多少 和你东西在哪里 请问在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又怎么可能是马上找到它 马上用到它呢 然后OK 没有 我要去买 为什么家里东西会不断的堆积 不断的多呢 如果你是一个节俭的人 家里为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多呢 有的人说 我都是捡来的 人家都给的 不花钱的 没问题 OK 可是你有做到完全不购买吗 如果你说 我完全不购买 都是我捡回来的 那我也算你厉害 我也算你厉害 好 那但是同样的 你捡回来之后 你是给自己省钱了 但是你的生活环境 是否让你舒心 它给你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气场 是否是好的 你看到这些东西 是否杂乱 让自己烦躁的 还是觉得 我这小狗窝也挺舒服的 取决于你自己 对不对 其实呢 我们家里东西多 确实你拥有宝藏 就像我以前一样 家里很多东西 但是由于我想要 尽快的统计好我的生活 所以我就大批大批的极简 而我现在呢 我的每一样东西 我都非常非常的珍惜它 因为我知道我拥有什么 拥有多少 在哪里 我会排着个把它用完 而且我会发现 我越认真 越仔细排着用完它 真的会给我省下很多钱 而不是无限的购买 有的人说 哎呀我大减价 看到面膜便宜 我购买 一查 有100 200个面膜 没用过都过期了 请问你是节省了 还是浪费了呢 而我呢 知道OK 我大概每一天用个面膜 或者每个星期用三次 那每个星期用三次的话呢 我乘以一年 52个星期 那我就知道 我一年可以用多少个面膜 对不对 而且这是在我 完全根据我的时间表格 来的话情况下 对不对 可能也有的时候懒 就不做了 那我们就算算 每个星期 大概两个面膜一统计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 过期时间有一年 那我大概买多少片 我可以既不过期 又可以把它用完 又可以买到便宜 和减价的货 对不对 其实这个 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我说过 如果你懂得去累计统计的话 你绝对是可以给自己省钱的 那我们自己家里有很多东西 OK OK 我们比方说 找出很多多艺的衣服 你说哎呀 如果扔了 绝了多浪费呀 没关系 家里有没有宠物啊 我都拿来给我家宠物用了 什么旧毛巾呢 什么都给他们用 至少用一次 到时候再扔 还不那么心疼 对不对 这就叫物尽其用 也有很多东西呢 你说哎呀 不舍得扔 没关系 把它拿出来 排着个把它用完它 像以前 我家里也有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红酒杯呀 什么杯呀 party呀 开聚会的用品呢 我就说哎呀 以前就想象的 等着我开聚会的时候 好用怎么怎么样 可是实际上 你一年开几次聚会呢 对不对 那我当时在做断舍离的时候 我就说OK 这个是有用的 那我必须要用上它 所以呢 我就在家里面开了几次聚会 后来我发现 哎呀 好麻烦啊 又要洗 而且你是刻意开聚会的话 你东西要洗 要整理 其实是很费劲的 等你真正用过一次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哎 其实并不值得 就是你为了用这套餐聚 你去开了场聚会 而且可能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很享受 那样派对的人 所以呢 我后来决定 把它全部都处理掉了 大家来全部用纸碟子 或者在外边吃最省事啊 所以当然 要根据你自己的性格 来去看 来去判断这个东西 你是否用得上 你用的频率有多少 或者说这个东西 确实很有档次 很值得你去保留的 没有问题 但是记得 整齐摆放好 干干净净的 漂漂亮亮的 把它摆出来 摆出来之后呢 说实在的 摆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用过它 或者是你尝试着 我们想象 哎呀 用那个醒酒器啊 然后呢 每天晚上喝杯红酒 但是请问 有谁是天天晚上喝的呢 我老公是天天晚上喝酒的 所以呢 他就是红酒杯 是肯定要有的 那醒酒器呢 一个人也喝不完 一整瓶 一整瓶 所以呢 那醒酒器基本上是也是用不到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得多观察 不要只是靠我们的想象 这个有一天我能用上 如果你靠你的想象力的话 我塞 你接着把整个世界买回来 你都可以 因为所有你想象的东西 它都在脑子里面演练了一遍 但是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 关键是 如果你家里没有足够的空间 就不要拿来放这些你想象出来的东西 好吗 那我们之后呢 会拍一个关于如何统计你的物品呢 如何去判断哪些东西要断舍离 之后陆陆续续我们就拍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 那今天讲的呢 就是物品一定要物尽其用 这个才是真正节俭的关键 如果你家里东西真的很多的话 恭喜你 你拥有宝藏了 那有空的时候 就把它们全部都翻出来 看一看 查一查 做做记录 OK 清楚的知道 你拥有什么 拥有多少 它们在哪里 这样的话呢 你至少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能马上找到它 并且把它用上 你会发现你会省下很多钱 真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节俭 物尽其用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来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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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